這位導演給我們許多許多一些新的經驗和一些新的演奏 我們跟我們年輕人員在一起相處得非常樂觀 而且大家彼此之間的這個幕僅 在戲裡面真的是呈現了一個理解 所以跟年輕人員相處在一起 在一起生活非常樂觀在這個戲裡面 所以大家彼此的重點是很多很多戲的人 那昌憲這次甚至也跟烈哥還有其他幾個演員一起合唱的主題曲 等一下等一下T內也會表演 對 等一下T內會演唱這首 就是這樣會為我們完成打造的主題曲 因為他真的是把我們整部戲的集結情感和故事集結 也會在這個片頭學中亮一感動 而且就像是各社的安安的對抵 也是像這整個故事 就是累積起來到最後那一門內 是會有很多感動的 有很多真的有趣的思考的機會 所以有些人好好地來試聽歌 好好地來看這個戲 都不是這樣很大幾個 那這次是其他的三位對手女演員 還有資深的演員合作的感想 這次真的很開心可以跟我們的音樂工作導演 還有整個演員還有演戲的演員合作 因為我們真的是金鐘團隊 然後在這裏面跟主演員非常地很快 大分代理合作也很快 然後這裏面真的學習到很多很多很安的台語 然後任我們的功力又大進一步 所以這次的合作真的很開心 因為給學到非常多人 所以我的部分我是真的覺得 可以拍戲真的是很幸福 雖然過程是沒那麼容易 但我覺得會吸引大家看的原因是真的 你可能是你爸爸媽媽 那個年代是你阿公阿嬤 所以我覺得你頭過的導演 他在那個時代他有辦法最清楚 把他的故事跟他的感情表現 他在那個騎手在這個壓雙頂頭 所以真的非常值得大家看 所以雖然這拍戲過程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 還是很累很辛苦 才是有靠岡的一種 但是就是泊得很高興 你把定義不硬啊,對你都打你 可以演這齣戲其實還蠻開心的 那我覺得最難可貴的是這齣戲 並沒有誰是男主角,誰是男主角 我覺得導演把所有的角色都分配得非常好 然後也不會為了誰去懂誰 然後誰要為誰 而去寫這些人物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好的一件事 然後每個角色都有他付給自己的生命跟任務 然後在劇裡面彎彎相構的激情活化 那希望大家到時候可以主持收看鼓勵,謝謝 好,那我們裡頭三個獎,心情感想 想要付出的就是我,謝謝大家 非常開心啦 這次可以跟每位演員一起合作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一部非常用心的電影 從導演的,對電視劇 對不起啦,孕婦 從導演的劇本,每一句台詞 然後到我們的場景 我們的那個,我們的房子都是一磚一瓦蓋起來的 那這部電視劇真的是我們每一位 目前幕後的工作人員演員 用血汗累積出來的電視劇 希望大家一定要一起來支持 我覺得其實這部電視劇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故事 然後每一個人不同的辛苦 但是這些辛苦最後才有哪些感情 然後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點子 因為知道說,有些好的故事,有些不好的故事 但是每個人人生怎麼走是不一樣 然後其實今天對我來說有點特別 因為我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在今天想要宣布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我自己想要重新開始 然後重新出發 一個重新,一個重新 所以我改了名字 我現在叫做田羽安 田,對 田羽安 我現在叫田羽安 所以希望大家記住這個名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田羽安 田羽安 好,因為我覺得剛剛姐姐講的一個錯 其實我們雖然是電視劇 可是大家有什麼 等到上映之後一定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是電影的規格還有主感 真的拍出來非常非常地好看 我相信 待會兒的問題就是 各位觀眾的媒體看到片花 然後正是7月27號 一般六晚上9點 在公視跟 公視主題13頻道 跟公視台語台 就是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到 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有效也有味 請大家一看收看 謝謝 謝謝